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过去弟兄姐妹们都知道马辣是什么 但怎么会隐藏啊 看起来是一个有点特别的主题 但其实它是隐藏了一个非常深奥的一个圣经上的一个真理 刚刚我们已经读过恩赐的意思 我们谈到恩赐到底是什么 一想到恩赐就你们可能会想到一个就是恩典 第二呢 就会想到你有没有恩赐 我有没有恩赐 你有几个恩赐 我有几个恩赐 曾经有一个牧师写了一本书 叫《圣灵的九种恩赐》 然后每个人就按到他书上写的 开始对号入座 那事实上恩赐 到底是什么 恩赐其实是为了教会 是我们的神为了祂的地上所创为教会 在教会里面所赐下来的一种礼物 什么意思 就是恩赐主要是为了 最主要是为了造就教会 我相信弟兄姐妹 你们大概很少听过 在外头 我们只说 这个人很有天分 这个人好天才 可是你很少听到人家说 这个人好有恩赐 可是你一进了教会以后 你就会讲 这个人好有恩赐 这两个人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不同 有啊 你说这个人有小聪明 一学东西就会 一看就会 可是到了教会就 这个名词不见了 什么原因呢 因为神如以父所书 以章二三节讲了 教会是 他的身体是那万有所充满的 所以教会是主耶稣的圣灵所充满的一个地方 那么为了让这个教会能够达到主耶稣圣灵的一个目的 他的教会赐下了一个特别的礼物 我们一般叫恩赐或恩爹 吃给每一位不同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每一个蒙拣选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当然经的教会来以后 你一定会有恩赐 一定会有恩赐 只是恩赐呢 不同而已 不同 那么在圣经里面 有大概三十四个地方记载了恩赐 突然把它记录下来 约翰福音 首有行传 罗马书 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后书 以父所书 庭目代前书 庭目代后书 西伯来书 雅各书 彼得前书 都讲不到恩赐 大概百分之八十都是保罗讲的 保罗写了很多很多的恩赐 尤其在罗马书 哥林多前书 写了非常多的恩赐 但恩赐在别的地方有讲 可是在这么多里面有一卷书 这卷书在《新约》里面 比较不常被一般人提到 可是这点书却非常深奥 这点书叫做《西伯来书》 他里面所记载的东西 超过了保罗所写的十三封书信 我们可以这么说 他集这十三封书信的大乘 我们稍微提一下 这些西伯来书 他也谈到恩赐 所以今天一开始我先跟各位女朋友分享 恩赐不是只有牧师有 不是只有师藏有 不是 恩赐是每个人都有 就像我们刚刚读的一样 恩赐各有不同 有的可以说预言 有的可以讲道 有的可以教导 有的可以当执事 有的可以唱诗 就是有人蒙恩赐赐给他信心 有人信心很大 这都是恩赐 但是恩赐不会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不会 那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呢 就是这个 有一个恩赐呢 是隐藏在一位弟兄的身上 但是我们在谈之前 我们提到彼得也谈到恩赐 在彼得前述四章十节谈到说什么 他说个人要造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而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 而服事人的要按照神所持的力量服事 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从彼得这句话里面 我们更可以看出来 我们的神赐下恩赐的目的是什么 要按照神的圣言讲 然后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这管家是什么 教会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 开始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一段 我们今天在这段信心之前 要给你们知道 我们在做的所有人 你对我恩赐 只是恩赐不同而已 有些恩清少 特别干净 是真的 他对这方面就特别有恩赐 我说我们这个师藏很有恩赐 很多东西他都会装 可是呢 他好像也没学过这些东西 必要怎么会装呢 但我就不会装 你叫我装这个我不会装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我奉献这个时候 我跟师藏说我只管奉献 其他我不管啊 其他交给我 我帮你弄得好好的 我再来这也装好了 这个就是一个恩赐啊 其他的东西 电的方面真的很厉害 搞了个补文灯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弄出来的 那我们说什么 这就是做神摆班恩赐的好管家 我刚刚提到恩赐最重要 是为了造就我们这个教会 这个教会主要是怎么样 按照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 我们的恩赐主要是要连结我们的元首 让我们的元首能够在教会里面做主 让这个教会能够运行的脱道 所以如果一旦你有恩赐的时候 我真的是鼓励你把你的恩赐完全的发挥出来 不管教会的大小 教会大小我觉得不重要 重要是在这个教会里面 彼此之间能不能够服侍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重要 我们的主耶稣他赐下恩赐的一个目的 今天我要谈的是这个人 这个人他叫做隐藏的玛拉 叫亚波罗 我们待会谈亚波罗为什么他叫做隐藏的玛拉 弟兄你们如果还记得的话 五月份的时候 我曾经跟弟兄们分享过一个 一位叫做使徒 使徒中的使徒 叫摩达拉玛利亚 所以这个月来跟弟兄们在分享这一位弟兄 他被人称为隐藏的玛拉 玛拉是什么 玛拉在以前是出埃及以后 这些以色列人在西乃的旷野里面 流浪四十年 每天都好像所吃的 应该说每一天三餐所吃的 你不能多拿 多拿就换掉了 第二就换了 你只能拿一天足够的 那玛拉到了今天被预表的是 我们每天读圣经的灵量 那这一位弟兄居然被称为叫做隐藏的玛拉 我现在这个名词过去读 大家很少听到这个名词 可是他却被一位 对我们基督教改革非常伟大的一位 马丁穆德称为 这是一个隐藏的玛拉 什么叫隐藏玛拉 他无形中给了我们好大的领量 我们一起来练这一段 这一段是出自在 熟悉段的十八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 请 有一个犹太人 名叫雅波罗 来到以弗所 他身在雅密山泰 四个有学问的 最能讲解圣经 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教训 训以活认 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 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 他在会堂里 刚刚讲到 百吉拉雅居拉 今天就接他来 将神的道给他讲解 更加详细 他想要往雅该雅去 弟兄们就勉励他 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 他到了那里 多帮助蒙恩信主的人 在众能力 面前齐定能力 博导犹太人 您正名 耶稣是基督 好 我们就练在这边 这段圣经 我相信 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 可是我们就把它练过去了 但今天我们要特别 把这个人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亚伯罗的名字 只有在宝罗的书信里面 几处地方提到 史禄琴奈有提到 哥林多前处有提到 其多处有提到 好像就没有了 基督奈在整个新渊的舞台就消失了 但是他出现的时间 虽然短 可是他影响力非常的大 我们先讲 这是他的背景 他说他是个犹太人 然后呢 好像是很能讲解圣经 所以讲解圣经 按照我们现在的名字就是解经 他非常能解经 解经就是一个特有的恩赐 然后呢 他又受过训练 透极现在话来讲 就是他拿了解经的证兆 那么是一个qualified 然后呢 他还能够教训 所以教训是什么意思 他能够站讲台 所以你看他有好多恩赐 他有 他能够 他又有学问 又能够讲 又能够解经 又受过训练 又有证兆 然后接着另外一对夫妻出现了 叫白吉拉跟亚吉拉 这个时候呢 他们在哪里呢 他们在以夫所 我们待会要讲 这好像一个连续巨一样的出场的顺序 然后白吉拉跟亚吉拉 他们不认识他 完全不认识他 然后呢 就有一天 他坐在下面 听他讲道 讲得不错 可是发现到 他好像还不是基督徒 他不是基督徒 可是他会解经 他解的是旧约的圣经 他不是基督徒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的圣经 他解的是旧约的圣经 所以 看起来好像他很会讲道 就把这个人接到他们家去了 然后呢 就教他 就教他 耶稣的事情 后来呢 他就更有人力了 我们往下看 我们做了一个 老婆罗到底是谁 我们把刚刚的做了一个摘要 第一个他是犹太人 阿瓜胡 为什么 他是犹太教徒 这两个重要 他是犹太教徒 第二来 他非常有学问 第三 口才医疗 他口才比保罗还好 保罗你看 保罗很会辩论 可乐 在讲道上 这个人更有恩赐 还有第四个呢 这很厉害了 什么叫 他受过拉比的训练 什么叫拉比训练 拉比是在犹太教里面 唯一的一个可以解经的 按照我们现在来讲 就是解经的老师 再详细地讲 他就是中华神学院里面的老师 就位置很高了 专门在讲 专门在讲这个 更重要的是 他心里很火热 心里很火热 然后呢 他还非常勤劳 就将耶稣的事情 讲论教训人 然后呢 他还敢大胆敢说 就很敢放胆讲道 为什么这边要特别提一个 在 现在讲这些事情 都在以弗所发生 以弗所那边 已经有几个家教会 可大部分 还是从耶路撒冷到以弗所 我们待会可以看个图 从耶路撒冷到以弗所的 这些犹太教徒所成立的 犹太教堂 不一样的 他在犹太的会堂里面 讲耶稣的事情 是很可怕的 那个时候 在犹太教会堂里面 把耶稣视为异端 我举个简单例 我们如果在那边 大谈特谈 修道 就好像不成体统了 当时有点像这样子 但是他敢讲 但是呢 他还不是基督徒 可是他也有很多的恩赐 上帝赐给他很多的恩赐 为什么他不是基督徒呢 有一句话 是在《瑞加福音3章3节讲》 他只领受悔改的喜 什么叫悔改的喜 在保罗的时代 在《此路行传》十九章里面 我们可以读到一段的经文 有很多士气约翰的门徒受喜了 他受的是悔改的喜 什么叫悔改的喜 没有圣灵 所以保罗再给他们受一次 叫圣灵的喜 我们读这个 如果读《马赛福音》 读《四福音》书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受喜的时候 曾经有个现象 什么现象呢 天开了 圣灵如鸽子降临在耶稣的身上 这件事就预表了 以后我们的基督徒 我们在受喜的时候呢 是受圣灵的喜 所以后来为什么不重视受喜 一定要在水里面走一趟 受喜重要的是在圣灵 有没有圣灵交关 但是基金会特别 一定要按在水里面出来才可以 基金会到现在还是这样 基金会要的是敬灵 我们现在受喜有两种仪式 一种是点水里 一种是受敬 可是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保罗强调的是受圣灵的喜 你没有受圣灵的喜 之前你只受了悔改的喜 悔改喜就是以前所谓的 犹太教我悔改 但是到施洗约翰 他已经开始做了一次修正 可是到了这边 那么亚波罗他很了解施洗约翰 可是他没有受到圣灵的喜 没受到圣灵喜 就代表他还没有重生 还不知道圣灵为何物 所以亚波罗没有办法传福音 好 这个是整个亚波罗的一个小档案 一个 他的一个背景的摘要 那么按照我们刚刚前面所看的 亚波罗很有学问 而且口才一流 更重要的一件事 亚波罗长得比保罗好看 所以后来才分成两派 两个粉丝群 以现在来讲 Facebook里面 亚波罗的粉丝群大于保 所以哥伦多教会才有纷争 那这样的细才比较好看 他写的这个就写得很精彩了 亚波罗他有那么多恩赐 可是他有一个最大的恩赐 就是情绪 就是情绪 他接受了一对平民夫妻的教导 这个是太难得太难得的事情 对于你们我要把当时的还原 当时的原况 拉比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位阶很高的 位阶很高的 拉比不会随便去一个平民家里吃饭的 也就是说拉比是很丁的 不会的 讲话的时候鼻孔是朝天的 为什么 他把他自己抬得很高 那么亚波罗我们刚刚讲了 他是受过拉比的训练 而且他又在会堂里面解经 所以怎么可能会到一个平民的家里 然后去接受另外一个训练 弟兄姐你们知道吗 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恩赐 主耶稣讲八福 八福里面的第一福是什么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 我们还没有往下讲以前 我们就接着讲亚波罗这个 亚波罗这个人最大的一个恩赐 不是他会解经 不是他会讲道 不是他胆子大 不是他勤劳 他最大恩赐 神赐给他学习 为什么 这一对夫妻出现了 这个白吉拉跟亚吉拉出现了 这对夫妻在整个舞台上做什么的呢 这对夫妻原来是在罗马 在罗马成立一个家教会 就跟现在这样子 可能场地就这样子 结果罗马有个皇帝叫格老丢 在格老丢的年间呢 发生一些事情以后 他发现犹太人的势力在罗马太大 所以他下令所有的犹太人从罗马离开 离开罗马去 那么白吉拉跟亚吉拉呢 他们就回到他们的老家 他们老家在哪里 在哥林多 他们就回到哥林多去了 他们在做一件事情 他们在做帐篷 他的工作是在做帐篷 也就是他们在做帐篷生意 我不曉得弟兄姐妹 知不知道帐篷在当时的社会是什么样 现在在这边说 你做什么呢 做帐篷 哦 就这样子 哦 你做什么 半导体 哇 同样一个字 两个表情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你做什么 卖帐篷 嗯 真的就这样的反应 可是在当时人家问你 哎呀 这个亚吉拉做什么 帐篷 哇 现在有个图叫做 哇塞 对不对 为什么既有钱人 因为那时候他们没有房子 他们到任何地方 你到中东去 现在帐篷还是很好的生意 他们到哪里去都要做帐篷 所以保罗后来失业 这没有人请他讲道 他跑到他们家去 保罗以前有做过帐篷 所以帐篷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富有的 难怪百吉拉跟亚吉拉 他们可以在罗马成立家教会 但是他们被葛老丘下令赶回老家去 他们在哥林多 他们在哥林多以后遇到了保罗 保罗后来要到以弗所去 保罗就把这一对夫妻带到以弗所 他们就呆在以弗所 他们呆在以弗所的时候发生一件事 有一天他们在会堂去听讲道 怎么这个人这么会讲道 可是觉得他好像不懂了圣灵 这个人就叫做亚伯罗 所以把亚伯罗请到他们家去了 我刚讲了 亚伯罗那个时候是拉比的身份 怎么会到他们家 可是亚伯罗有个最大恩赐 亚伯罗非常的谦虚 所以亚伯罗就到了他们家去了 到了他们家去以后呢 就接受这一对夫妻的训练 我们往下看 按照史料的记载 马丁路德详细查考了希伯罗以后 马丁路德说这希伯罗应该是亚伯罗写的 整个新约二十七卷 只有一卷没有作者 十三卷是保罗 可是人家认为希伯罗是保罗写的 怎么查考都不认为是保罗写的 因为你们的口气 说法 语法都跟保罗不一样 所以希伯罗这个作者是隐藏的 因此马丁路德说希伯罗是一个隐藏的妈妈 这个作者就是隐藏的妈妈 希伯罗里面呢 他综合了整个旧约的预言 然后呢 他也写下来的施洗约翰的认罪及悔改论 保罗完全不谈这个 然后最重要的呢 他也写下了保罗的信心 最重要的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 为了完成永恒的计划来到这边 谁有资格写这个 而且这个人看起来还超越在保罗的上头 可是他把自己隐藏起来 作者无明示 可是这是一个天大的奥秘 这么好的一本一卷书 而且居然没有作者 可是在编串编辑新约圣经的时候 居然把这卷书放出来 可是作者无明示 所以当马丁路德在考察完以后呢 他说这是一个隐藏的马拉 这个作者就是隐藏的马拉 当然没有办法说 他一定是亚伯罗的写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个隐藏的马拉 他对于我们整个基督教的影响 在希伯来书里面完全 希伯来书人家说就是新约的立位纪 希伯来书就是新约的立位纪 立位纪讲的是神跟人怎么沟通 神跟人沟通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旧约的时候 神设立了五纪 我在这里跟第一次分享过 神设立了五纪 可是希伯来书里面呢 讲的除了旧约的预表 更把新约主约书的救赎跟爱心 还有保罗讲的性情整个放进来 更重要讲到了 施行约翰的悔改论 这个整个把它一连串 每个关节把它弄起来 亚伯罗应该是 但是我们不能说一定是他 我们先看右边有一张图 一个地图 我们要先看两个地方 待会会讲 一个呢 这边有个格林多 有没有看到 这 然后格林多的对岸 有个在叫以弗所 格林多是属于希腊的 以弗所是属于土耳其的领土 可以坐船直接过来 因为今天我们谈论就是 这台两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 那么 亚伯罗他本身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教师 一个教师 但是我刚提到 因为他的虚心 这加上他的口才很好 所以当他在以弗所讲完道以后 尤其在后来他到了格林多去的时候 他到了格林多去的时候 格林多有好多的粉丝 原来格林多的教会是保罗成立的 保罗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旅行葡萄家 保罗建立教会以后呢 保罗就离开了 保罗他没有募会的恩赐 保罗也从来不募会 保罗设立了教会 保罗会设立这个教会的执事 甚至有的时候不安利长老 他又离开了 而且保罗很拉拔年轻人 他拉拔两个最有名的年轻人 一个叫提摩泰 一个叫提多 提摩泰后来变成长老 提多后来变成监督 在提多书里面讲的 他变成监督 但是保罗他不募会 可是这个亚伯罗呢 他很能够兼顾 兼顾基督徒的信心 所以在哥林多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原来保罗的粉丝群 转而支持了 支持了这个亚伯罗 就离开了保罗的FB了 所以保罗的脸书上面的粉丝就少了 少了以后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 这些新加入亚伯罗的 反而是回复才攻击了保罗 所以哥林多教会就出来了 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当然保罗也因此 有个动机就写了 哥林多前后主 这只是其中一个动机而已 保罗知道这件事情后呢 保罗其实原来不认识亚伯罗 保罗并没有嫉妒说 哇 我的粉丝都被你拉走了 跑去跟亚伯罗说 自家人不能挖自家人的墙角 你要找粉丝群 我的粉丝群不要碰 另外去找 没有 保罗完全没这么做 保罗反而再三的鼓励 所以亚伯罗再回到哥林多去 那个时候他在这边 保罗跟亚伯罗说 你再回到哥林多去 因为哥林多教会太喜欢你了 可是 亚伯罗拒绝了 亚伯罗没有再回到哥林多 为什么 两个原因 第一 他不要纷争 他不要纷争 第二 上帝的神的旨意 你有没有让他回到哥林多去 没有 然后呢 保罗也没有去 亚伯罗也没有去 这纷争慢慢就平息下来了 这是一个 我们很难想象到的一个谦卑 我们回过来看 现在的所有的教会的光景 教会跟教会之间 其实彼此攻击了很多 很多 我们通常 会问两件事情很有意思 我相信你们也 有的时候也会碰到 啊 你是基督徒喔 是啊 基督徒是问什么 你在哪个教会 对不对 你在哪个教会 我在台大 哇 对不对 我说宏光 冬天人知道宏光在哪 宏光 宏光是什么地方 宏光在台中 一个学校 宏光 宏光在哪 你看我们的 好像一般人的 自然的载衣 第一 你是基督徒 第二就问你在哪个教会 好像从教会 就发现 哇 我在林阳堂生意大一点 我在新北投提醒会 生意小一点 自然而然 对不对 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心态啊 你看 两千年来的心态 到现在一样 一样 这个心态 没有这个不同 没有这个不同 第三句话 问什么 你们的牧师是谁 张茂松好大声 敬牧师声音稍微小一点 然后我再开玩笑 不是 这个心态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来讲 两千年过去 心态是一样的 对不对 当他们发现有一个人 叫做亚波罗说 哇 不得了 他的大牧师啊 对不对 哇 他的周莲花牧师 对不对 哇 这大牧师不得了了 是吗 对你们是这个样子的吗 我们基督徒 从那个时候保罗就发现到说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坦白讲 我们真的是 回头自己去想想 很多教会 包括教会自己的牧师也是如此 我曾经在汤泉教会带领过一段时间 我去邀请牧师来讲道的时候 我是最有感受的事情 我曾经邀请几个还不错的牧师 我想请他来汤泉教会 然后我整理下来这几个拒绝的牧师 他们讲法 我发现是一样的 他们教会在哪 我在心电 心电了 口气就不太一样 可能我不太方便 我说我来接你 太远了 等一下看看我的时间表 哎呀 我不行 我说我十二个月的时间 调理型的时间吗 五十二周 五十一周 你挑个时间吧 一听到汤泉教会 没听过 就像洪光 洪光在哪 没听过 听见没 这是一个服侍神的传道人 这是个牧师 很痛心的 所以我那一次 我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 我没跟任何人讲 今天第一次在那边讲我的心态 我跟神说我说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啊 你的店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些牧师 都人家看起来 哇 好棒的大牧师 不来汤泉教会 为什么 它像是个小教会 如果用比较的方式 可能比人稍微多一点 大一点 可能比人稍微大一点 所以我屋子稍微还 可是比起林安堂 比起華安堂 比起德里堂 沒得比的 這些牧師要去的是這種教科 聽你們對嗎 主要說設立教科的目的是在這邊 是錯的 我非常痛心邀請了幾個 我好想邀請這些人來 因為我那時候安排一些主題 我希望這些人來 然後我把他們拒絕的原因 我自己把它整理下來 這些原因是 這些原因發音到 都藏不利 小教會不來 可是他不會跟你明講 他要你知能 我們回頭來看 亞波羅跟保羅 聖經上偉大的這兩個傳道 亞波羅不再去哥林多 保羅反而勸他去 說你去了一個牧羊 沒有 他不去了 他無意將怎麼樣 榮耀歸給自己的名下 這不符合神的旨意 不符合神的旨意 我們到底在傳講神信息的時候 我們在分享信息的時候 我們到底是在講你自己還是在養神 我們到底是在宣揚 你自己的榮耀 自己的名聲 然後培養你自己的所謂的 我們叫做虧度 你還是在培養神呢 忘了 忘了 我們真的忘了 越來越忘了 當一個牧師從剛開始很辛苦 慢慢發展光 最後一個例子就是韓國的趙文西牧師 他已經忘記了當時他的路邊發傳單的意思 一直到他被法院起訴 判刑 確定 他挪用了教會 教會奉獻的經濟 他已經忘記了 就像《啟示錄》第二章講 七間教會 講到以弗所教會就講 他說 你忘記了起初的愛心 我們都忘了 都忘了 可是保羅沒有忘了 亞伯羅也沒有忘記 亞伯羅也沒有忘記 那麼 尤其亞伯羅知道 他來 他受過這些拉比訓 他知道要怎麼樣去傳教 福音 我們可不可以來看右邊 右邊有一張圖 這是哥林多教會 當時 保羅在哥林多教會的時候 你看哥林多教會當時非常漂亮的一個教會 所以我好不願意找到了這個圖 那麼我們回過頭要看整個事情的原委 我剛講 保羅在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時候 他經過了哥林多 然後又到以弗所會堂去 他離開以弗所的時候 便把白吉拉跟亞伯羅夫婦留在了以弗所 繼續在當地幫助會堂 這個是出自在《十五行傳》的十八章的十八節到二十一節 我們再整理一下剛剛講 這個時候 亞伯羅來到了以弗所 他已經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訓 亞伯羅到以弗所的時候 保羅已經離開了 他們兩個並沒有碰到面 只是亞伯羅呢 他當然曉得約翰的習慣 所以白吉拉跟亞伯羅聽到以後呢 就把亞伯羅接到他們家去 然後把神的道講解得更加詳細 這對亞伯羅日後的傳道工作 有非常非常大的幫助 我們先看到這邊 我們要先講一個很重要的事 就是我們講恩賜 有時間我會跟第二名分享 亞伯羅跟白吉拉 這一對在《新約聖經》裡面 非常偉大的夫妻 非常偉大的夫妻 他們很願意做一件工作 就是把自己有的分享給人家 你看他接納保羅 把他們家去 我還在那邊住了一個很長的時間 吃住 一起工作 他還願意無條件的 我們教會有能力的很多 你願意不願意把你所得的拿出來 把你所有的拿出來 神並不要你拿出全部 拿十分期就好 去奉獻就好 去奉願就好 白吉拉跟亞伯羅對的夫妻 很偉大的地方是 他成就了兩個偉大的傳道人 保羅離開了雅典到哥林多的時候 是很辛苦的 如果沒有碰到亞伯羅跟白吉拉 保羅下面是走不下去的 保羅已經完全沒有錢了 這對這對夫妻出現了 無條件 接納保羅當人家 一起工作 公主其實瞑目 就是由這對夫妻來支援保羅 接著你看又有亞伯羅 新約聖經裡面最偉大的兩個傳道人 都是藉由這一對夫妻 我們在教會裡面 如果你有這個恩賜 我要鼓勵你們把你的恩賜 我完全在教會裡面奉獻出來 我們主要是不是講一句話 你坐在一個小弟兄身上 你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亞伯羅跟白吉拉 他完全不知道 他當時做的工作 有這麼偉大 造就了兩個最偉大的傳道人 如果沒有這個夫妻 不會有亞伯羅的下半身 可能不會有西偶來支援 什麼都不會有 所以神在每一個點上面 祂所安排的每一個 我們現在看好像不知道 可是等到我們走一段 回過下來看 我們才知道說原來如此 所以我們現在在分享這段事情 我講這段事情 我先跟你們分享 原來如此 當時你說白吉拉也好 亞伯羅也好 他為什麼會突然間 心裡火熱把他們 把亞伯羅寄讓他們家去 你必須要善用你的恩賜 這對夫妻就非常善用他的恩賜 而且他完全覺得說 我這樣做就是應該的 也沒有談任何的條件 我們記得再往下看 不就亞伯羅呢 想要往亞開亞省的格林多去 以夫所信徒並寫信向 克林多教會介紹亞伯羅 請當地的信徒接待他 亞伯羅到了 克林多就幫助那蒙恩信主的人 在眾人面前極有人力 博導猶太人 引經證明耶穌是基督 我們看這一段就是剛那個圖 我們看前面這個圖 他就從這邊 以夫所這邊到了克林多 沒想到亞伯羅到哥林多以後 怎麼樣 一炮而紅 所以哥林多的粉絲就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的多 這就是你看當時 哥林多教會非常兴旺的教會 現在已經是一堆廢墟了 但是哪裡曉得 哥林多教會居然分成了兩派 有的人說我是屬保羅的 有人說我是屬亞伯羅的 所以保羅才講了這一段最經典的名言 亞伯羅算什麼 亞伯羅算老幾 我保羅又算老幾 我不過栽種而已 亞伯羅是嬌灌 可是只有神叫他生長 這是一段聖經裡面最經典的一段話 這裡面他講的什麼 他講的第一個意思 不管你是哪一個偉大的傳道人 在神的眼中 都是為神服侍的仆人 可是仆人跟仆人都是一樣 都是仆人 可是不能高舉自己 所以保羅才說 亞伯羅算老幾 他粉絲再多 他有神的粉絲多嗎 我保羅算老幾 我的粉絲大過山都沒有 因為我們不高舉自己 這是一個最大的危機 就是在當代的教會裡面 太多的所謂很會講到的高舉自己 這是我們當代教會的危機 我們看基督教傳到台灣來 超過百年了 比例佔多少 比例佔多少 沒有 然後教會派也談合一 從來沒有合一過 談合一的本身就沒有合一 他選教會來談合一 這是不對的 這是不對的 但我無意在這邊去批評教會 我是在分享這一段 就是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當時的狀況 保羅這句話其實給我們所有的人 都有一個一大警惕 我保羅的恩賜夠了吧 是不是 保羅恩賜那麼大 可是他說保羅算什麼 亞伯羅在某些條件比保羅更好 亞伯羅算什麼 因為在神的眼中 我們都是他的父親 我們都是他用重價買回來的 所以我們不要以為 我們在一個小教會 我們講話聲音就小 在大教我們講話聲音就大 其實不是的 在閒著眼中 我們都是他的兒女 跟教會有關 所有的教會都是神設立的 所有的 昨天碰到我們 湯南教會新來的母親 我們在閒聊 他跟我閒聊的時候 我幾句話很有意思 他說 你這幾年真的好辛苦 我說 我蠻高興的 每個月至少來北投醫師 開車好遠啊好辛苦啊 我說是啊 我說小地窗 很多牧師可能都會去 他說還能久會去 我說這是很奇妙的代理 他說這邊的牧師跟我的關係 所以我說 對我來講遠近不是一回事 你看馬上就人的觀念就出來 我不如在比我們家 都不睡 而是自然而然這種觀念出來 那麼遠 你去那邊好辛苦啊 過來 每天開車大概 今天不塞車也要四十分鐘 塞車可能要五十分鐘 牧師說你們去多久 我說四年多了 好快喔 好快喔 但是 這種感覺是 我來這邊是很高興的 很高興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是神的仆人 傳 不是只有傳道人是神的仆人 我們都是神的仆人 因為我們都是神有重量的仆人 可是我們忘記了 我們忘記了我們開始在做比較 所以保羅這個經典 真的時候要我們去做一個思考 保羅算老幾 亞伯羅算老幾 只有神叫他生長 我們一起來練這一句話 克林多前書4章6節 請弟兄們 我為你沒有冤枯 然後這件事 轉比自己 和亞伯羅 叫你們效法 我們不可過於聖經所記 免得你們至高至大 貴重者 請看 免得你們至高至大 所以為什麼 馬丁路德說 亞伯羅是一個隱藏的馬拉 馬拉是我們的靈良 沒有馬拉 我們靈會枯萎 亞伯羅本身提動馬拉的人 可是他把他自己完全隱藏起來 如果西部蘭書真的是亞伯羅寫的 如果西部蘭書真的是亞伯羅寫的 這個人的整個基督教的偉大 不亦於老人 可是他完全隱藏了自己 因為神給他的一個最大的恩賜 就是虛心 虛心的人有福以為 天國是他 所以這邊才會講什麼 我為你們的緣故 讓我們知道 我們不可過於聖經所知 不管你在教會的恩賜多好 在神的眼中看 都是同樣的禮物 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你可能很會禱告 你可能每次一禱告就講方言 你可能很會講道 這些都不算什麼 這些都不算什麼 因為 這都是神賜給的恩賜 所以保羅甚至在提多書的三章十三節 他特別還嘱咐提多說 你趕快去給 提多等於是保羅的徒弟一樣 他跟提多說 你趕快去給亞伯羅送行 什麼意思 什麼叫送行 不是請他吃頓飯 不是 幫亞伯羅準備衣服 準備旅行 要用的 到格林東去 那個時候保羅還叫提多做這些事 當然最後 亞伯羅並沒有去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 你如果套句 現在講的話 英雄習英雄也好 但是更重要的是 保羅非常了解 在屬林裡面 我們都是連接於那個元首 我們都是連接於元首而已 我可能扮演的是鼻子 你可能扮演的是耳朵 但是我們都是 整個元首裡面的一個肢體 一個器官 所以保羅才會說 跟提多說 你趕快去 去幫亞伯羅準備一切 要去 克林多的東西 我們看 亞伯羅到底 給了我們後面的基督徒 哪些教討 這是你的恩師 第一個呢 亞伯羅呢 他先受教 後教人 以下書五十章四節到五節 我們一起來 這段好嗎 請 主焉華是我受教者的舌頭 使我知道怎樣用言語 輔助平達的人 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 我並沒有違背也沒有後退 這次亞伯羅他一個最偉大的地方就是 他先很謙虛地受教 我們中文也常常講的話 牽受教滿招孫 牽受益滿招孫 當亞伯羅的夫妻 把他接到家裡的時候 教他聖靈 那時候亞伯羅完全沒聽過 亞伯羅很謙虛地受教 然後他再放膽去講道 否則也不會到克林多以後 掀起那麼大的一個效果 然後第二點呢 亞伯羅他很善用神給他的恩賜 你看我們看 神賜給亞伯羅恩賜 有什麼 有口才 有解經 有講道 最重要 他虛心 亞伯羅非常善用這些恩賜 幫助已經蒙恩信主的人 這句話其實告訴我們所有的基督徒 當你知道神賜給你什麼恩賜的時候 你一定要做一件工作 就是善用這些恩賜 要幫助已經蒙恩信主的人 如果你的恩賜在傳福音 請你去善用它 如果你的恩賜是探訪 你去善用它 是真的 你可以從這邊看出來 神會更加地刺平 這是亞伯羅給我們後面的基督徒 他的一個提醒 神給亞伯羅這麼多恩賜 會講話 會解經 會講道 這些都算了什麼 更最大的是虛心 我們看保羅的恩賜在什麼 保羅的恩賜在傳福音 布道 建立家教會 然後呢就走人了 保羅從來不 你看這教是我的 那教是我的 沒有都沒有 保羅是旅行不到家 他到各地去傳福音 他的各地去布道 他的各地去建立家教會 然後他就離開了 把他所這些成績 全部留給後面的人繼續 等於是 他真正是做到前人眾數 後人成了 所以保羅才說 我只是栽種啊 剩下是亞伯羅的事情 他絕對不會跟別人說 沒有我哪有亞伯羅啊 從來沒講完這句話 沒有 他還勉勵亞伯羅 繼續去各領多教會去 可是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 這兩個偉大的神的仆人 他們的恩賜完全不一樣 和他們卻完全的互不 一個栽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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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想到 在我們家我只栽種 就要花還不是我的事 花死了 去為另外一種仕財 跟我無關 為什麼要栽種啊 栽種完栽種好辛苦啊 你們不知道栽種花 我相信這個 這個適當栽種 栽種真的滿新的 但是後面的澆灌更重要 可是不生長沒用啊 前天買一本花 昨天就死掉了 一夜之間就死掉了 我換土 一夜之間在一夜之間就死掉了 我一看死掉了 來了以後 給它換土 給它施肥 可是上天不叫它生長 死掉了 不知道 而且死那麼快 我就死給你看 一夜之間就死掉了 你覺得 常常看著花 會覺得好辣 為什麼這麼快呢 好歹 活個二十四小時也讓我有點懲疑 沒有耶 沒有 早上晚上做了 別人早上都死掉了 一夜之間就死掉了 不就是這樣子的嗎 你栽種有什麼用 你交換有什麼用 不叫你生長 一夜之間就死給你看 那亞伯羅給了我們一個什麼樣的一個交答 他善用這個 而且他跟保羅兩個是互補 亞伯羅的事奉要有果效 在十八章二十八節這句話 最清楚 引經證明耶穌是基督 這給了我們所有在主日講道的 所有傳道的人一個棒喝 你要按照聖經教導不欲本分 你不可以按照你的意思 去傳講 不行的 這是亞伯羅給所有的 所有的不管你在哪個福祉上 你都要做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必須是引經證明耶穌是基督 記得是引經引用聖經的話 我們要引用聖經的話 證明耶穌是基督 所以亞伯羅他是按照聖經的教導不欲本分 為什麼亞伯羅被稱為隱藏的馬 他就在做這些 讓人家看不到 但是卻是一直可以傳下來的 亞伯羅叫我們是仆人 神才是一切 唯有神叫祂生長 我們都是仆人 我們不是主人 甚至你是管家也是仆人 並不是只有傳道仁夫人 我們都是仆人 接著第六點 亞伯羅他不高舉自己 他遠離了是非 這是明治治具 在更多前書的一章 很多地方都有記載這一段 亞伯羅拒絕回課點多去 我們想想看 當然如果有一個人跟你說 我告訴你 在那個地方有好多粉絲 你去一下 你心裡會怎麼樣 口裡謙虛一下 心裡 哇 高興得不得了 哇 有那麼多東西啊 我不去才怪 當然去了 還是要驚一下 對不對 要驚一下 去嘛去嘛 我想想看 哇 爽得不得了 真的 忍之常情嘛 這個亞伯羅去了 世音上絕對不會教訓 但是 亞伯羅記得他不高舉自己 他不高舉自己 所以他遠離了是非 他沒有去過命中 是啊 我們講說 哇 這個是很有名的傳道人 很有名的牧師 他到這邊來一看 台下一出來怎麼樣 他完全忘了 高舉自己 五十分鐘的講道 一分鐘的經節 四十九分鐘他的演講 完了以後 你記得是他的演講 還是記得那一分鐘的聲音 很多不同的這樣子 好多傳道人 嘻嘻哈 全部講完了 三位以後記得 全部是他的笑話 到底講什麼 沒有人記得 有沒有 有 我從小從主義到現在 聽了太多 可是 當你看到亞伯羅說 不是給你一個棒喝嗎 你到底在高舉自己 還是在高舉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當你有這麼大的恩賜的時候 你這麼會想說 你到底是在高舉誰 我們一起讀更多前書二章二十七節 神卻掀選了世上余弱的 天父給人 天父給了我們每一個人的恩賜 你的恩賜是什麼 而且天父所掀選的 常常是怎麼樣 掀選人的屬於的女主 我不知道我有在這邊跟弟兄有沒有分享過一個真實的一個故事 我從小是在高雄 高雄藝術教會長大了 我們在那邊教會有一位波波 他姓斯 我們叫斯波波 這個人極嚴重的口急 非常嚴重的口急 所以很少人跟他講話 為什麼你聽他講話 你會急死了 你們知道嗎 有個奇蹟 當他一站到這個講台的時候 他就不口急了 口若懸河 他能講道 能禱告 可是好奇妙是你們一下台 有沒有口急 我們小時候認為他是裝的 可是有一天我就問我爸爸 我說他為什麼裝 我爸說這很難裝出來的 你試試看你怎麼裝 但是我們都弄不懂 那時候小時候弄不懂 為什麼這個人一站在台上 就會講道 口若懸河 會禱告 好有人力 一下台 什麼都沒有 後來慢慢慢慢再知道 神賜的恩賜好奇妙 神賜的恩賜是讓他讚美台上強盜的 讓他善用 讓他善用 這個恩賜 對 我不知道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賜給你什麼恩賜 但是我們必須要知道 我們今天在分享這一段的時候 一個很短的故事 我們可以看到幾個讓人家最動容的是 兩個偉大的傳道人 各有不同的恩賜 可是他們最很會善用自己的恩賜 而且他們不高舉自己 我不知道你的恩賜是什麼 好不好 我們再把今天的經文 我們再重新讀一次 請 弟兄們 論道屬於的恩賜 我不願意你們不明白 恩賜原有分別 聖靈卻是一位 這人蒙聖靈 是他智慧的原因 那人也蒙這位聖靈 是他智慧的原因 又有一人蒙這位聖靈 是他信心 還有一人蒙這位聖靈 是他醫病的恩賜 又有一人能行義能 又叫一人能做先知 又叫一人能辨別諸靈 又叫一人能說方言 又叫一人能翻方言 這一切都是這位聖靈所運行 隨其意分給個人的 按我們所得的恩賜各有不同 或說預言就當造成信心的程度 說預言 或做執事就當專一執事 或做教掌的就當專一教掌 或做勸喚的就當專一勸喚 施捨的就當誠實 適宜的就當議題 勸喚人的就當安心 我們一起低頭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 我們真的要獻上滿心的感恩感謝 謝謝你賜給我們這麼多的恩賜 也謝謝你請求我們作為你的門徒 作為你的仆人 給我們孩子的名分 給我們這麼大的恩賜 求主保守我們的心思 保守我們的意念 善用你所賜給我們的恩賜 在你的殿中 連與元首成為合一的好管家 成為中心的管家 我們將這個家 這個教會 將牧師 將師長 都交在主的手中 你賜給他們的恩賜 讓他們善加利用 你賜給他們的恩高 高這個教會 讓這個教會 應得他們的服事 能夠得到你最大的祝福 所有的弟兄姐妹都非常感謝 謝謝你 讓他們在這邊 能夠共蒙主恩 我們為今天的講台 非常感謝 奉旨的名感謝祷告